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本期为你解读的是英国文学巨匠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 在进入正题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1852年11月的一天 在一列从波士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 一个卖报人一边在车厢间穿行 一边沿途叫卖 问大家要不要萨克雷的数 在一节车厢里 他卖给了一个中年男子 一本红色封面的萨克雷早年作品 令人意外的是 这位中年男子正是萨克雷本尊 几天后他就要开始全美国的巡回演讲 这次巡回演讲大获成功 萨克雷所到之处受到了美国人热烈的欢迎 那一年萨克雷40岁出头 声望如日中天 成为英语世界中和狄更斯齐名的小说家 即使萨克雷的写作生涯起步不算晚 但长期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40岁左右才在文坛建立起牢固的地位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他都算一位大气晚成的作家 而美国之行让他真正尝到了 拥有世界知名度的滋味 可以说一本书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便是出版于1848年的名利场 萨克雷全名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 1811年生于印度加尔哥达 父亲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 母亲是当地社交名员 萨克雷四岁丧父 母亲改嫁一位军官 和许多当时英帝国外派官员的子女一样 他六岁时被送往英国 接受严格的贵族教育 18岁时 萨克雷进入剑桥大学 但次年他便退学 赴欧洲大陆游历 萨克雷在魏马大公国住了大半年 借此机会拜访了在魏马担任要职的 德国大文号戈德 回国后 他希望投身司法界 但没多久 他又放弃了 转而寄希望于继承家产 可老天爷并没有遂他的心愿 印度的一家银行倒闭 萨克雷损失了大部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钱 从此他别无选择 只能下定决心靠自己谋生路 从1832年夏天起 萨克雷大约在巴黎住了四年 主要经历用于学习绘画 并且开始向报刊投稿 绘画之外 为了糊口 萨克雷用各式各样的笔名 写了大量作品 设计的题材极为广泛 有长短篇小说 随笔 游记 散文 新闻报道 政论等等 但即便对约稿来者不拒 也亲自上阵 编辑杂志 他却始终没有在文坛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早年的萨克雷做事缺乏耐性 动不动就建立新的人生志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说明了他兴趣广泛 在巴黎学一四年 他的绘画水平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于是毛遂自荐 为他的同辈 当时英国最当红的作家 迪更斯的小说配插图 好在迪更斯更喜欢其他画石的作品 否则也许今天我们就无缘读到 明立场这样一部杰作了 1848年明立场出版 最初虽然销量一般 但厚劲十足 让人到中年的萨克雷 从枯作文坛金字塔底端的三流作家 逐步跻身一线作家行列 明立场从1847年1月至1848年7月 分二十册发表 书名来自英国十七世纪作家 约翰·班杨的代表作《天路立场》 在班杨的书中 所谓明立场是一群人 跋山涉水取经路上经过的一个小镇 小镇市集上常年售卖世间各种浮华的东西 比如房子、地皮、职业、荣誉、爵位、亡国、欲望 以及各种享乐 更实时有品行低劣的人出没 比如骗子、赌徒、无赖、恶棍等等 明立场有一个绝不该忽视的副标题 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 把这个副标题和书名的来源联系起来看 暗示了这是一部讽刺小说 作者的用意不再讲故事 不再创造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 而是要描写1810年左右 到维多利亚时代前期 英国上流社会的全景 讽刺一批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外 对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物 小说有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子 担当中心人物 一是艾米利亚 她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 性格温顺 心地善良 却软弱而无趣 一是瑞贝卡 她出身低微 母亲是一个法国歌剧演员 瑞贝卡精明能干 善于钻营 生命力旺盛 却极度自私 名利场的故事 便是从两人一同乘坐马车 从寄宿女校离开之日写起的 瑞贝卡赞助在艾米利亚家中 恰逢艾米利亚又呆又胖的哥哥约瑟 从印度回国度假 瑞贝卡贪图钱财 想趁机嫁给约瑟 可最后没有成功 离开艾米利亚家后 瑞贝卡去了克劳利爵士家 做家庭教室 克劳利太太过世后 克劳利向瑞贝卡求婚 不料发现 瑞贝卡已经同她的次子 罗登秘密成婚 不仅勃然大怒 因为和瑞贝卡这种出身 威贱的女子结婚 罗登也失去了 继承她富裕的老处女 姑妈财产的资格 时过境迁 艾米利亚家遭遇变故 因为父亲破产 他和青年军官乔治的婚约 也搁置了下来 乔治在军队里有个好友 叫朵炳 他也爱着艾米利亚 但朵炳为人忠诚 温厚 决心不与乔治争抢 不仅如此 他还在艾米利亚和乔治的 结婚计划 面临泡汤的时候 尽心帮忙 慷慨的出钱又出力 终于促成了他俩的姻缘 通常故事进行到这里 读者已经开始着急了 在家庭财产状况变故 这块永恒的试金石面前 情感和婚姻的脆弱 个人品行的优劣 全部一览无遗 只是身处漩涡之中的男女 还猛然无知 他们还需要在红尘中 再跌几个跟头 才能洞悉人生的真相 正当艾米利亚和瑞贝卡 与各自的丈夫新婚之际 欧洲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滑铁卢战役 罗登乔治和朵炳一同奔赴战场 其实乔治婚后才六星期 就企图与瑞贝卡通奸 可战争让他没有得逞 乔治不幸战死沙场 反而成了为国捐躯的烈士 战火平息后 罗登因战功升迁 带着瑞贝卡去了巴黎 生下一个儿子 艾米利亚也生了一个儿子 孤儿寡母 生活很是艰苦 此后的十年 两位太太的生活 进一步发生变化 瑞贝卡一路顺风顺水 频频出入上流人士云集的场合 甚至获得了进宫 觐见国王的机会 艾米利亚的处境越来越差 娘家的经济状况没有好转 又经常受到公共的冷眼 最后连与孩子相依为命的权利 也被剥夺 数年之后 朵炳 艾米利亚和他的哥哥约瑟 在欧洲大陆旅行途中 遇到了瑞贝卡 此时的瑞贝卡 以落魄江湖 曾经的春风得意 一去不复返 原来 他的婚外恋情曝光 不仅被丈夫抛弃 在上流社会里 也没了容身之所 虽然他还可以依靠 自己狡猾的伎俩 把约瑟玩弄于鼓掌之间 却免不了逐渐陷入孤立的境地 朵炳依然深爱着艾米利亚 在物质和精神上 帮助了他很多次 可艾米利亚表态 将一生一世忠于王夫乔治 无法接受朵炳的爱意 尽魁瑞贝卡 向艾米利亚坦白了 滑铁炉战役前 乔治向他提议私奔的陈年旧事 艾米利亚才幡然醒悟 和朵炳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前面提到 萨克雷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建树 即便功力不及当时一流的插画家 却也有专业水准 明利厂最初问世时 书中收入了作者的多幅插图 和文字相得益彰 或许正是因为萨克雷的这项才能 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鲜活 即令读者感到真实 又具有漫画感 这种真实与漫画感 来自萨克雷对人物的艺术加工 他们的某些特征 经他妙笔点画 被恰如其分的突出 让我们以艾米利亚为例 体会一下萨克雷塑造人物的深厚功力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艾米利亚就是一个傻白甜 她纯真柔弱羞涩 容易激起男性的保护欲 她的眼界很小 基本上局限在家庭琐事之中 对于家庭和几个熟人以外的世界 几乎没有兴趣 对她来说 在家里弹弹钢琴 和朋友聊聊家常 就是全部的娱乐活动了 对家庭生活的沉浸 让她既不能达到乔治 希望她在社会上占据的位置 也无法同爱慕她的夺饼 产生真正的深层交流 而对生活中的大部分事物 她都缺乏思考能力 看看艾米利亚 在书里好几处的表现吧 一旦遇到令人失望的事情 她就要流下泪来 关于自我欺骗 总是让感情蒙蔽双眼 无法看清乔治 瑞贝卡等人的真实面目 总而言之 她完全不适应生活中 弱肉强食的那一面 不过 说萨克雷创造的人物具有漫画感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 脸谱化的扁平人物 萨克雷对待笔下人物的情感 是复杂的 还是以艾米利亚这一人物为例 萨克雷在给红颜知己的信中说 艾米利亚的原型 既不是你 也不是我母亲 而是我那可怜的太太 确实 萨克雷太太和艾米利亚一样 脾气单纯 鼓道热肠 却又头脑简单 格局狭小 是维多利亚时代 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 但即便如此 艾米利亚在名利场中 依然是正面人物 萨克雷在描写 这样一位不争气的女性的时候 是带着温情的 常常用美好的字眼形容她 说她有一颗善良而又温柔的心 说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妞 说她虽然胆怯 却有一颗柔软的爱心 有些评论家把这些话 当作作者刻意的讽刺 为免把萨克雷用心塑造的人物 想得太简单了 在萨克雷的整个写作生涯中 名利场的结构 可以说是最精巧的 这部作品抛弃了传统的 以情节来实现小说完整性的模式 而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依靠不同人物与人物的行动的对照 来达到叙事的紧凑与连贯 名利场一书登场人物众多 时空跨度较大 但萨克雷的叙述层次分明 翻成中文 足有六十余万字的小说 读起来非常紧凑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 萨克雷与迪更斯的作品 萨克雷与迪更斯的小说里 都有大量人物 但他俩在叙事方式上 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管描写什么人 萨克雷的目光始终不离开描写的对象 他笔下的人物就好比互相咬合的齿轮 其中一个转动 势必带动其他齿轮一起转动 迪更斯则不是这样 当叙述一个人物的行动时 他会彻底抛开其他人物 所以萨克雷的叙事非常集中 这或许是因为他既是天赋出众的写作者 又是拥有自觉意识的批评家 他冷静的批评眼光 指导着他的写作 给了他的创作独特的张力 名利场的另一个特点 在于叙述者或者说作者 在文中时不时的登场 换句话说 萨克雷不仅把自己的个性 不着痕迹的 划入了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中 更是走远了一步 小说的叙述者仿佛一位脱口秀演员 亲自出马 与读者交谈 在全书的各个部分 叙述者常常会从幕后走到台前 或抛出几句金句 来点评人情事故 或引经据点 或带着幽默的口吻 讨论写作的技巧 这些有时长达整整一两段的插入于 虽然并不是情节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却赋予了名利场巨大的魅力 萨克雷通过这些半戏谑 半认真的弹幕 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让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 恢复了古老的口头文学的神采 在名利场中 叙述者一直与书中的人物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在他眼里 不管是主要人物像艾米利亚 瑞贝卡 夺饼等 还是相对次要的人物 如约瑟 克劳利爵士等 都好比表演者手中的牵线木偶 他们活动的世界就仿佛一台戏 尽管叙述者耐不住寂寞 会不时登场 却终究处于旁观者的位置 与此同时 作者的视角也并非全知全能 他的材料严格局限在 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内 而在思考于点评时 也是从眼中所见出发 不会让读者感到缺乏可信度 萨克雷笔下的人物 通常都是英国上流社会中的普通人 即便有时写到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大人物 他也没有让这些人物在作品中 伟大到令人产生不真实的感觉 我们前面提过 早年的萨克雷写作体材很广 其中就有一大批杂文创作 这些作品观点激进 言辞犀利 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 追求真实 名利场的矛头对准的是 当时风行英国的理想主义 萨克雷极致鲜明的 站在现实主义一边 在他看来 小说家就和科学家一样 要把事情的真相揭示给大家看 小说家运用自己的想象力 创造出来的世界 应该尽量去接近现实世界 在另一部代表作 潘登尼斯的序言中 萨克雷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位作者写作此书的唯一目的 是竭尽全力 道出真相 这同样可以被当作他创作 名利场的根本动机 王尔德有句话说得好 一部作品问世 比遭人批评更惨的是无人批评 因为那样就说明 根本没人关注 以现在的眼光看 名利场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已经无可争辩 但在书刚出版的时候 对他文学价值的评价 却也曾一简纷纭 正面评价虽占上风 负面评价也不容忽视 这场争辩对于更好的了解 名利场诞生之时 英美文学界的趣味很有帮助 艺术评论家 伊丽莎白 李格比早早认识到了 这本书的价值 说萨克雷把自己扮演成了 中世纪的宫廷弄尘 如此一来 便可以更加无所顾忌的 说出真相 而名利场的最大优点 则在于 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 倒不如说是一张文学照片 作者依靠聪明才智 把十九世纪前期的风俗人情 投射到了纸上 因为萨克雷在名利场中 把英国上流社会贤贫爱富的 丑恶嘴脸描摹得极其到位 他在报纸上赢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叫势利鬼杀手萨克 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此书也大受好评 而在负面的评价中 由于学者理查德·惠特利的措辞 最为激烈 古怪的比喻 令人过目难忘 在他看来 名利场恶心透顶 好比晚餐吃这样一道主菜 肚子里塞满烟草 身上涂抹精油的烤狐狸 说起来 还是另一位英国文豪 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 比较重肯 卡莱尔最初 并不喜欢名利场的讽刺比调 但详佳品位后 却也不得不承认 萨克雷的小说比狄更斯的小说 更值得回味 更加真实 名利场给了萨克雷空前稳固的文学地位 这部作品也成为他最畅销 最有持久生命力的书 不过在刚出版的那段时间里 这本书只能说是叫好不叫做 业界口碑良好 市场反响却平平 其实啊 名利场没有在问世之初 就成为爆款是有道理的 萨克雷小说的叙事口吻比较平静 倒不是说没有激情 但他的激情往往藏得比较深 而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对人情的体悟与智慧 又是需要读者静下心来 慢慢体会的 比如朵炳这个人物 在小说前半段 他是憨态可居的青年人 在小说后半段 则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中年人 但年龄的增长 并没有改变他对简直有些愚昧的艾米利亚的真情 他不光傻 还是个大老粗 在小说里的言行 甚至带着几分可笑 可如果细家品位 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说到底 他是崇敬这样的真君子的 另外 萨克雷也没有在小说中 引入大众喜闻乐见的紧张离奇的情节 而是运用了更加复杂 更加精巧的艺术手段 来征服有缘的读者 对于与萨克雷同时代的读者来说 他虽然写出了热门作品《名利场》 可他的文学声望 是靠后面不断推出新作才保住的 有些读者甚至更喜欢读他后来出版的 潘登尼斯等小说 但对于现代读者而言 《名利场》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其他作品 提到萨克雷的名字 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名利场》 那些多少有点阻碍他在生前 获得读者喜爱的作品特质 比如客观的视角 平缓的语调 深藏的热情 如今反而成为这部作品 吸引当代读者的特质 而在塑造人物的层面 即便妙笔生花如萨克雷 也再没能创作出 比艾米利亚和瑞贝卡 更为深入人心的角色 对了 在全书结尾 爱米利亚和朵炳 终于获得了美满结局 但瑞贝卡这样作恶多端的小人 也没有受到严酷的惩罚 这正是萨克雷的又一个高明之处 在安排小说人物的归宿这方面 他依然不走寻常路 没有将庸俗的因果报应 强行放进这部杰作之中 好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一 萨克雷的写作生涯起步不算晚 但多年不温不活 直到四十岁才在文坛有所建树 是一位大气晚成的作家 改变他命运的 正是出版于1848年的《名利场》 二 《名利场》的副标题为 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 这部讽刺小说的用意 主要不在讲故事 不在创造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 而是要描写19世纪前期 英国上流社会的全景 讽刺一批除了自己的切身意义以外 对其他事情都莫不关心的人物 三 萨克雷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建树 或许正是因为他具有这项才能 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鲜活 既令读者感到真实 又具有漫画感 四 《名利场》结构精巧 因为这部作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依靠不同人物与人物的行动的对照 来达到叙事的紧凑与连贯 五 《名利场》的另一个特点在于 叙述者或者说作者在行文间时不时的登场 作者不仅把自己的个性不着痕迹的 划入了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中 更是亲自出马与读者交谈 这些有时长达整整一两段的插入语 赋予了《名利场》的文本巨大的魅力 六 《名利场》出版后总体口碑上加 这给了萨克雷空前稳固的文学地位 而这部作品也成为他最畅销 和最有持久生命力的书 但此书在问世之初有点叫好不叫做 这主要因为萨克雷小说的叙事口吻比较平静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